要说起这四大名著的由来 估计现在小朋友都耳熟能像 但是你知道吗 四大名著其实必非我们想象的那样 从横早甚至明清时期都有这种说法 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才有这种说法的 大家好 我是北派说书人 在我们的中国呢 常常有三国演绎西游记水浒传 《红楼梦》来范制四大名著 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了 诸如小说兴起的明朝时候 明文学家王世正叫庄子史记水浒传西香记 列为所谓的宇宙四大奇书 这概念就大了 就都改上时髦的词了 同为明朝的文学家冯梦龙 又把三国演绎西游记水浒传金平梅 成为四大奇书 是不是很接近了 就是少了《红楼梦》了 而到了清朝初期啊 著名的文学家占卜学家 金圣泰 《平天下六大才子书》 《范子》 《庄子》 《黎骚》 《史记》 《渡诗水浒传》 《西香记》 甚至到了1962年去世的胡适老先生 在提到我国四部第一流小说当中 都没有三国演绎 也就是说 在解放后直至1962年前 还没有四大名著这一说法 最起码在1949年之前是没有的 解放后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 印刷了很多古籍 这其中包括了三国演绎水浒传 《西西游记》 《红楼梦》等等 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那就是从明朝开始 一直被文学界一只好皮的金平梅 在解放后却屡次碰壁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是因为解放后妇女的地位也随着提高 很多人认为金平梅的内容是不尊重女戏的 所以金平梅被冷漠 依照相关统计 1949年10月到1966年4月 相关的四大名著却平均印刷了将近400万册 逐渐的四大名著 开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70年代 80年代由于某种原因 很多书籍被限制了印刷 但是四大名著却被鼓动印刷 逐渐的从上个世纪80年的四大名著 开始出现在很多的知识分子家庭 那个时候的人们比较崇拜文化人 人们但凡十几个字家里都必备一些书籍 而这些书当中自然缺不了四大名著了 总之呢 伴随着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红楼梦 这几本书的大范围传播 在逐渐出现并深入人心的 也就是说 这几本书是被称呼为四大名著 并非意味着他们是古典小说当中水平最高的作品 只过是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读者最多而约定成熟罢了 也就是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 人们通俗易懂的明星小说 再多几本 很可能会出现什么五大名著 六大名著了 至于这些名著 倒还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四大名著里边塑造的人物 几乎都是歇反抗 后妥协的态度 诸如《西游记》是以猴哥从反抗到妥协修盛的悲剧 而《红楼梦》是男女主角一起反抗 主角死去 男主角妥协 奇佳的悲剧 我们再看《水浒传》 是梁山海海在第一代领导核心时代反抗 诸如朝盖 朝盖死后 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宋江时代 妥协 治国的悲剧 而《三国演义》也是挺有意思的 是第一代人反抗 第二代人妥协 平天下的悲剧 似乎这四部小说 某某之中是排在一起的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